大家好 我 邓慧文 阿輝 为你作会 心思有人知道 大家好 今天我的来宾 其实大家应该很熟悉 如果长期看我们节目 心思有人知道 这是我们的王浩依老师 嗨 你好 大家好 浩依依老师 大家要在其他台电视就有看过 但是在我这里应该是第一次露脸 对 过去疫情就躲在深山里面 是 没有啦 是因为我们通告不够力 不值得把你搬出来 这样子好 那个人拿出来 那个鞭打一下 今天来到现场 是不是因为要打输 所以比较认真一点 不是 我其实很早以前 就很想能够跟你来谈 然后从你这边学到一些 对东西 因为年纪大的时候开始至关 那加上自己的弟弟 也是这个领域的 身边好多这样子的朋友 都是这样子的领域 就很想要从你们身上呢 可以逆向工程学到一些 以前我没有体验到的 甚至于呢 就我可以懒得看书 就可以直接从你们身上言谈 甚至于发问的问题当中 可以窥探一下你们究竟在想什么 刚刚这一段我把它背起来 以后我访问比我年轻一辈的人 我觉得这样讲感觉蛮好的 那是不是热灵者应该要学的一种 一种态度啊 不对 应该是这么讲 热灵的概念呢 就是说 以我而言的话 我开始会自我观察 我的观察当中会有一点 自己对时间的焦虑 因为我自己呢 之前也写了三本 有关于比较心理 在退休前后写的 那后来出版社把它定位 叫做愚命管理三部曲 那愚命管理这个名词 是我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 就是说 算命的人跟我讲说 你可以活到85岁 听起来好像是赞美词 可是如果是20岁的时候 跟我讲的话 觉得我可以长寿 可是我当我75岁的时候 我剩下10年的时候 那我觉得说 那这个就有点压力了 没有 还有一个 我跟你讲 我阿嬷93岁的时候啊 说 我感觉好像不太会用了 她很想起来 因为她的目标 是要活到100岁 所以我阿嬷94岁过世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很悲痛啊 觉得很对不起她 我母亲跟阿姨都说 我们怎么做不到啦 阿嬷要挖到100岁 我们怎么没够到100岁 所以85岁时说真的 也是对现代人而言 听起来有点残酷 对85岁 其实当中并不是 果断的谈这个岁数的 她只是跟我讲说 因为我想说 我70岁应该就可以 很完整的退休 就是归隐三菱 但是她说你不可能 你会忙到85岁 哦好棒哦 是忙到85岁 换句话说 我85岁之前可能偶尔还会 那时候你应该70岁 那我可以要我三年纪 两个大叔跟大妈不是 那两个那个老玉跟老翁 好可怕 好 其实才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说上一个上你的电头 上电台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同时呢 也能够把我 很想帮助一些勒令者 所以这个余命管理是 现在变成是一个 很大宗的议题了 对因为我觉得 我在高雄两个学校的 乐林大学 然后面对的就是 55岁之后 我班上最老的同学 93岁嘛 对那他们年纪 他们的生命 其实都比我更长 或者说更不一样 那我今天去跟他们分享 因为我之前呢 是面对的是大学生 后来呢 班上拿了一堆 乐林者在旁听 我就跟他们哈拉讲 那他们说其实 他们来到乐林大学 他们最想学的 叫做生死学 对那我是很恍然明白了 说哦原来要先知道死 才知道怎么活 是是 对我上下学期 就是这样子 我上个学期 面对的新同学 讲怎么死 可是呢 到了下学期的时候 要教他们怎么活 我从生鱼片开始教 怎么吃 那个白萝卜丝呢 那个芥末 那个姜油呢 要怎么弄呢 为什么日本的筷子 要很白 不是直的白 为什么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重点 我意思是说 整个从他们文化细部当中 去享受生活 是是 对然后那个白萝卜丝 是在我们吃综合生鱼片的时候 它其实是中间过场的 也是从最前的开始吃 吃完了之后再吃白吃白萝卜 把刚刚的味道忘掉 不干扰到我下一个要吃的 哦 对那所以呢 就过去大家就稀里哗哗哗的吃 吃得很开心 因为它是一个高档 是一个很珍惜的 它是一个很新鲜的 可是呢就忘记很多的东西 其实是应该要细细品尝的 所以不只是美食 其实对于你所看到的风景 你所经历到的 对跟人之间的不管开心不开心的 其实都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种所谓的当下 那这个当下其实是隐藏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很想谈的 这本书 那你之前已经余命管理三部 三部了 这第四部 还是这已经不是余命管理了 不是余命管理了 反而讲了就是一种态度 当然是也是针对了 勒领 好 这本书是原来如此 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你已经顿悟了 不能说顿悟 但是曾经有一位小和尚 然后问了一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顿悟 然后呢就说 师父 这个请问你顿悟前跟顿悟后 有什么差别 我顿悟前就 砍财 煮饭 浇水 那顿悟后呢 砍财 煮饭 浇水 他们敢换 他说不是 我以前在砍财的时候 我也想到浇水 浇水的时候 我也想要煮饭 可是现在 我砍财的时候 就乐在砍财 煮饭的时候 就乐在煮饭 这是一个很大的 没有浇水 当然 你很烦 我那么一直跟主任这么抗议 趁现在记忆力你知道吗 你讲三个 我还能记得三个 然后赶快玩一下 因为以后你85岁 我70岁来录节目的时候 你真的讲到哪里去 我也都不记得刚才讲什么了 就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综艺节目了 对 好 所以我现在已经预约了你85岁的时候的节目 OK好 那时候已经通告我随时来 所以要配一个拿着一根柴的照片吗 是这样子的 当时我也问这个主编 然后我说 怎么我写了26本书 第27本 今天把我的照片放上去 对 这里面很多照片 对对对 我以为你写征集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个你前面 后面这里 对不对 对对对 中间有两个地方 就是我在台东都兰 我现在在那边住三年嘛 是 对那三年的时间当中 除了疫情的关系 那另外一面呢 就是生活的态度 跟节奏 或者说观感 有更不一样的 就是我在那边种菜 种水果 然后在那边遛狗 然后在那边养猫 然后晚上甚至于 也就是说为了怕蝸牛吃了我的菜 曾经带了两个塑胶袋 装的满满满 我算了一下 大概250只的蝸牛 那这个是我的日常 就等于就是 我现在目前把自己的生活的节奏 定义为半淫 一半是允居 一半是忙碌 所以我到西岸的时候 我现在还是住台南嘛 所以像昨天在台中 前天到高雄 听音乐会 然后今天到台北来 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 这不是还要做节目吗 做节目偶尔就 他有还是一个通告的时间 把那个时间就空出来嘛 然后中间你年纪大了 拍完之后都要复建两天的 还是这样子 所以你说你问出版社说把你的照片放过 对那因为就是说这边 你看要提词了 对 真的 提词了 好 你看你刚又问了一个新的问题出来的时候 就把救了 因为我也有点开始发散了 我觉得 好 原因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在三年的时间 隐积在都栏的时间有一些的发想 对生命中的一些包括自己生活的样态的一种的感受 换句话说 整个在都栏里面的20小时 你会非常的更清楚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 比如说你在阳台里面就眺望 然后有点深蓝色的太平洋 然后回头一看 后面就是一个苍翠的一个多蓝山脉在那个地方 那你也知道好山好水下一句叫做好无聊 很多是这样子 你怎么看完之后 就是你看嘛 就是今天万一你娶了林志玲 一个月之后又会美学批发 我意思说你的心态如果是没有进入到内化 所以那样子的美好的生活 其实是一个有点 让我们必须要重新静下来 为什么过去的古人 他会说田野江湖 湖不归 那湖归了之后又要如何 所以我觉得 劳动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种生命中的感受 而且再加上种了一些的花花草草树木 再修剪它 移除它 种上新的等待开花 甚至等待几个水果葡萄 你帮它套袋 你会有一些的期待生命中的一些生生死死 其实呢在这个年纪 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体验 对很美好 对 对 你就不能觉得它很无聊 因为你会觉得好忙 最好忙中间你会觉得 整个没事然后种了一堆的丝瓜 那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你也认识的朋友还是那么有限 第一次送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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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美喔 而且是有机栽装的第二次都我们上次的还没有吃完 那第三次的时候你如果先送给别人 所以你会不是那种论错感而是呢就是说 你享受的这些美丽的食物花果的东西 但是呢就是回头回到人间来的时候 你也很轻的一些的互动 你会觉得说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所以你就要学会 第一个你要留量管制 就不要接触太多丝瓜 就不要种太多猪 因为你不会只种一颗 你可能会在几个地方种几颗 丝瓜的家庭计划 对包括小黄瓜苦瓜你要掺着种 因为现在夏天嘛 刚好是长瓜是最容易种的 所以像我们笨笨的人 一种时候就是哇 白玉苦瓜 你这是人生哲学 是人生哲学 你就掺着弄 所以我自己呢 也在那边体验的时候 就多了一些兴趣上面的定义 我就开始自己说 刻意的去追求一种的兴趣的养成 跟理解甚至于去动手 然后甚至于还会设定目标 比方说我现在开始 下半年我要开始学陶艺 去真的去上课 去捏 因为我觉得我的小肌肉应该还可以 然后应该预定在四年后五年后 我开个个人展 那就一个雄心壮志 然后呢如果好的话 还可以在小铺里面买是贩售 贴补家用 有好的那个餐盘的话 来放各种瓜 所以你送的时候 没有我倒反而是要 设定是要花瓶 因为餐盘咖啡杯 好像每一个人都会呢 不过如果收到你送的丝瓜 不要一直丝瓜 有丝瓜 黄瓜 胡瓜 各种瓜 你可以先好好的计划搭配 然后还另外旁边一箱再包好 你做好这个丝瓜 如果这样吃炖 蛤蜊丝瓜的中 然后什么切片的小黄瓜 涼拌的盘 我们会更爱你 我们会觉得更体贴 会比没有自己花的一只松瓜 会真的 但我觉得这个真的 刚好像在闲聊 但里面就是处处充满了人生的哲学 例如你要感受到自己 怎么样去调控 怎么样去产生 怎么样去分享 然后怎么样去感觉到 诗语受到某个点就会反转 而且你会很明显的在植物上面 可以看到你的付出 就会有回应 在你的职场上面 不见得是这样子 但你的人际关系 也不见得是如此 比如说今年 因为冬天 一直一路过来好几个月 都没有雨水 所以我就刻意的 非常的认真 每天早上 大概有一个小时 到傍晚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小时 把院子里面的一些树木 刻意的让他水灌得很足 让他很开心 所以我院子里面 种了43棵的苦练树 所以在整个这样子的 非常受到水分的照顾 没有受到天后的影响 那今年在二月底的时候 整个树 整个就爆发的苦练花 结果你的院子里面 就仿佛是一个苦练的神灵 然后接下来叶子的浓密 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说 我今天这么爱他 这么样子的认真的浇水 他们就用这样子的热情的方式 再回报你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比照顾女儿 照顾儿子还要更开心 他们才不会尿你 那就是这个您是拥有自己一个果园 或是小农场这样子 没有就是一个小院子 小院子 小院子 那个院子那有点大 就种四十三棵吗 对啊 所以大概院子大概一千坪 这样子 那已经就是一个小农场了吗 对 因为都兰这个名字 我在住都兰 都兰的这个名字 在阿美祖的话里面呢 就是地震跟石头很多的地方 所以你今天其实 也没有办法大量的种任何的 回握的东西 像中布啊 嘉南平原啊 类似这么丰饶的 或者花屏洞这样子的东西 那一除下去都一堆的石头 所以你要做土地改良 但是古炼呢是原生种 所以它生命力很顽强 然后再加上呢 我对古炼有一种 不是说疯狂的喜欢 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 local的台湾的 然后呢就是它的世纪分明 在春天的时候 它就是剥紫色的花 然后夏天的时候非常的浓 然后秋天的时候 它叶子会转 然后它的果子会变成金黄色 那到冬天的时候 夜子全部掉光光 老师任何东西 被你的眼睛看 然后被你说出来 都变得非常的美好 好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 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一千坪的院子 你是不是也能在生活中 拥有什么美好呢 等一下回来请教更多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聊聊 原来如此是热灵者 已经到了一种觉得很多事情 自己自有洞见的一个这样的境界 您这边写到 有时候怎么过一天 就是怎么过一生 怎么过一天就是怎么过一生 你会让我想到以前 我那时候已经在做心理治疗 然后有人就说要问到老者的智慧 我就想到说我家就有老者 我阿嬷已经92岁 91 92了 我就有一天赶快跑去阿嬷 又问阿嬷说 阿嬷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这样问 对 然后我想说 我家就有老者可以问 阿嬷就跟我讲 我这是说真的 我阿嬷说 人生 人生就是 现在几点 要煮饭就煮饭 要吃饭就吃饭 后当没菜 我们就来买菜 其实阿嬷跟我讲 我就说 阿嬷 你阿嬷 我找要剩一本 你这句吗 可是现在来看 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 确实 就是我刚讲 那个小和尚 问那个老和尚的概念 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刚刚 你这句话讲 也是编辑 把它列在第一个标题的 就是 我们会讲说 从小看大 然后到五岁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他老 某种程度呢 就是他的身为 生活的 行动的 嗜好的 偏害的 偏使的一些的举止 其实隐约的可以预测到 他人生的方向 是往那边走 当然就是像我们今天搭交通工具一样 我今天跳上了高铁 然后往北上的 我就知道 那就一定可以到板桥 一定可以到台北的方向 所以我才刚刚上车 因为你知道了 我的沿途地方 重点就是说 你今天不管上哪个方向的车 你有没有能力 欣赏沿路的风景 因为太多人 只为了追求最后那个目标 你知道吗 我当时候考大学的时候 那整个因为开始慌了 剩下三个月而已的 我统统都没有准备 我是全校七十几个 每次到Monica的时候 都是要从后面五十个人 开始找我的名字 就在那个地方来的 虽然读的是明星高中 但是你也知道说 这时候还真的是有压力的 所以我三个月的时间 是完全闭门 然后把参考书 教科书拿出来 然后时间到了时候 就进考场 可是当考完最后一堂课 最后的铃声 想的时候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 那个什么叫做 产后犹豫症 就是说 我下一站要去哪里 做什么事情 我统统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设 等我把这个工作任务 做完的时候 我突然一片空白 我那样心中一惊的感觉 到今天已经六十郎当岁了 我还是永远把它 保鲜在我的内心 也就是说 你今天彼此呢 就是认真的做一件事情 照顾一个人 更方便的 那我觉得呢 你同时其实是应该要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我看到很多长者 或者我身边的人 他们退休之后 然后成事业业成功的人 其实呢 回到家里面 会变成沙发上的potato 或者让太太嫌弃 一个没有用的家具 所以台语会说嘛 男朋友变男朋友 男朋友变男朋友 你没听过几句话 没有啊 不是性别会变性 而是呢 就是说 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呢 他可能呼风欢迎 他可以 哎 那个帮我张秘书 我要什么时候去收尔 你帮我 所有东西都打点好了 我就要一个人到就可以了 连接驳车啊 饭店啊 什么都你弄好了 我就去开个会 展示一下我的国威 然后就回来了 可是当你然后退休的时候 回到这边的时候 你就没有秘书可以用了 你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了 你就开始连发现 进餐厅 订餐厅的你都不会了 所以他会逆向 他会害怕 他会走不去 因为他会被人家看穿 原来他只会工作 或者呢 他只会在那个专业上面的 他连生活的方式 能够欣赏品 品尝啤酒茶 茶的滋味 他都是 其实都是一个很虚的东西 所以他会变成内向 所以那杂宝也变杂宝 变成呢 就是他组内了 而大家呢 在孩子长大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直呢 都维持了一个闺蜜 他开始放开了 开始来 我们去哪边泡温泉 哪边有新的 下午茶 我们一起去 真的 一堆的闺蜜嘻嘻哈哈的 那开始呢 就是鼠落先生的不是 然后讲孩子的不孝 媳妇的住民 但是他们中间 取了一个非常开心的 一个互动的团体 他们都走出去了 所以那女主外 所以我看到很多 真的是越成功的男人 其实呢 最后晚景最期的 我前天去看过一个 专门收养老人 失智老人的 然后白天的时候 就把爸爸 阿公就送去那个地方 下班的时候 再把他接回来的 里面全部都是男生 那里面呢 有一个空间呢 这是一个上班的 一个办公桌 就一个人呢 在那边 好像还在上班 然后你已经叫他名字了 比如说你叫他 张三呢 那他就没有反应 可是你如果后面跟他在 诶 王丹耶 他有反应 他马上立刻反应出来了 结果反应就是他的身份 很凄凉 对不对 当时候你可以这样 他是股票上市公司的 这么也了不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呢 今天他在那边 还像故作的批公文状 然后呢 就上面写的 早上要刷牙 饭后要漱口 那这个呢 就是我是从 想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开始来认知 提醒大家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真的真的 在你还有意识 你觉得自己 好像很成功 发达 掌声很多 聚光灯 美美的照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即使要开始考虑 之后呢 这个呢 才是整个这本书 里面所要探讨的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恍然大悟 原来我做的那些的事情 其实是满足家人 满足我虚荣 满足我 好像在里面 可以得到成就 所以庄主里面 我书里面有提到 庄主说人 无我 没有我的时候的境界 有三个 或有四个 那第一个呢 就是你很优秀 你当里长 你当了一个什么 团体的一些领袖 那大家就觉得 你又能看 又棒又好 他说那只不过 是第一阶段而已 其实很多人就卡在 这个阶段 而且卡到这个阶段的人 是最容易发生过 刚才讲的事情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 那后面呢 后面的第二个地方 是荣辱不惊 第二阶段 就是说 我做好我的事情 可是呢 我就不会在意 别人对我的赞赏 就不会追着那些赞赏 对 也不会觉得 对方的对你的批评 因为你做了任何 再好的事情 永远别人可以找到一些 他想要的话语 第三个呢 就是遇风而行 就有一个人很厉害 他可以借着风里面 让他很轻快的呢 然后去旅行 完全不费力 爬山是不是对他讲的没什么 因为他就风 就带着他这样子来走的 那他说 庄子说这个也不错 但是呢 你还是要有风 也就是说 你还是必须要听外面的 一些的人 对你的一些的 好像赞美啦 或者给你一些小意见啦 各方面呢 那真正到了 最好的一个境界的时候 其实 你就化为天地 你可以 你自己就是风 那个才是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当你如果懂了 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而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 你就不会迷恋 而死砖扭脚尖 一直还是卡在第一个地方 这个有点像是说 从在意 然后从努力追一些外在的东西 到能够觉悟嘛 觉悟说我一直在追外在的东西 然后 所以会不会是有一个过程 像您谈到说 幸福是热临者唯一的任务 从我们知道说 除了幸福之外 其他事情都不应该 占据那么多心力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 重整或放下的过程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会讲的就是说 你会之所以会欣赏一个画 里面留百那个美 是因为你看过 花花茶双 必分的不得了的状况 对 对 你又听到很吵 那样的音乐的时候 你突然听到 即使几个钢琴的音符 你会觉得 那就非常的 舒服跟干净 你必须要有一个对比 而你如果出生的时候 那我就会只欣赏 当一个长音 当另外一个长音 那我觉得 那 你的境界好像是跟老生 没有两样了 那对不起 那是 只不过是故作风骚状而已 你没有整个人生经过大苦大悲 你不晓得原来的 手上的这杯水 其实是一个这么样的的男人可贵 清淡 对 它的频繁是让我们会珍惜的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经过了一些的 这些事情 那你后面所任何的感受 就会很清楚 所以我讲说 我在勒领大学里面教他们 怎么样吃美食的时候 比如说你第一碗汤 一到一个mash的时候 你怎么样吃它 怎么样子手捧着那个汤碗 喝那个汤 而不要用调根 在汤的时候呢 你的鼻子就跟红酒的杯一样 是埋在那个汤的味道里面去的 那那个汤呢 你不要咕噜一下就下去 你在嘴巴里面 温存着三秒钟五秒钟 记忆那个味道 其实我在教那些人特定者 就是这样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 活进自己的生活 对对 所以你要感觉 那个东西叫当下 我上个月呢 就拍哈克漫游 然后我们到澎湖 那个主题呢 叫做离岛的离岛 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海边 然后有独木舟 所以整个制作团队呢 要我们两个人就划独木舟 然后呢 就到后面有个教练 我们穿上救生衣 然后到了非常漂亮的海滩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一种宁静的美 因为那个教练是在后面嘛 但是那种你自己呢 就是一个一片汪洋 漂亮的蓝天当中 我等到一个礼拜之后 才会想说 啊 那个感觉是我过去所没有的 甚至于那没有刻意定义的 其实它就是当下 当你当下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任何家人 任何的所有的荣辱 任何的不开心的 或者开心的事情 你没有整个宁静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一个状况 而是每一阵的风 每个云 或者光线的照顾 其实你都非常的深刻的一种的享受 那所以呢 其实你今天把它那么美景的状况之下 说出来 其实我们今天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眼神在对立的时候 其实就是当下 所以你开始慢慢慢慢能够去理解 所有的一切 其实都是当下 而且能够细细品尝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余命管理 我这样恐吓一些年纪比我大的 我说今年的端午节 你要认真吃粽子 因为你能够再吃也只不过是几次而已 你吃一次少一次 你在看的月亮 看一次就少一次 余命管理 其实你就会开始有很多东西是珍惜的 那我觉得这种当下的感觉 很多人都很向往 可是很多人的困扰 其实就以刚刚粽子这件事情来讲 假设你今年要好好吃粽子 因为以后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吃粽子 我也可以把这变成 没有开悟的人的困扰 你知道吗 例如说 我一定要执着在吃粽子吗 因为吃了粽子又不好消化 又有两天 那我是不是从今年开始 我就已经可以不吃粽子 我也得到平静的幸福 我一样吃白饭 为什么端午节我就一定要吃粽子 就像我为什么还是要 不是很多人 你像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问老师跟他 不是 我是问真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走过去到那边 我觉得我还卡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我就会想说 例如说我现在不要追求外在的东西 可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个感觉是说 我今年是不是还是做一下 因为明年可能没有机会做 就像我今年还是在吃粽子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放在工作 就是我觉得难 我自己觉得难是难在 我怎么去辨识 这些事情是我自己吃了一个自己的高兴 就像我的一条丝瓜 什么事情我是在害怕 如果我不做 别人看我会少一分 少一条瓜 这个我觉得这个差别 说很简单 但是自己在里面的时候 日常的种种 并不是每一件事都立即了然于胸 对吧 老师 等一下 因为您的回应一定非常的丰富 然后见解非常的深入 没有 30秒是不够的 所以我就在闲扯淡30秒 把他扯过去 这本书是有录出版的 原来如此 幸福是乐龄哲唯一的任务 我们讲很多乐龄应该要的心态 所以我也看了很多听众的来信学习很多 难就难在说 那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要的 还是我在为外界做 没有那么的清楚 没有那么清楚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浩宜老师 我自称中年危机 会不会把自己想得太年轻 还是我现在其实这应该也是老年危机 就是我刚刚问的 有时候还是搞不太清楚说 开始我已经充分的意识到 自己过好幸福跟未来长久 陪伴你的不会是虚名 或是这些东西 可是我对我现在这个阶段 或我周边的朋友来讲 有时候区别 像你说的那个粽子 就是很好的意思 这颗粽子 吃粽子是为自己吃 还是为了节庆 大家都是我要跟上 还没那么清楚 我们距离你拿着一根杆子炖物 还有一点一里路 因为我在学树东坡而已 OK是这样子 粽子来讲 其实它是一个形式 它绝对不是说你今天 因为很多人对糯米的胃肠 其实不好 也不鼓励嘛 那为了要好像享受那个当下 就让你的肠 那个堵塞 然后消化不了 这不是我的意思 就是说 你应该有更大的一个概念 说当你开始有这样子 所谓当下的情形 你今年呢 应该坐下来的时候 列出我要先 因为你要先学习什么叫当下 你要列出来之 十个所谓的当下 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列出一个清单 比方说呢 我从来没有进入到音乐厅里面 听一个很豪华的 所谓的古典音乐 我听都是流行歌曲 什么样子的东西 你就应该 惨惨的买了几千块钱的票 去享受那个晚上 那个东西 你完全不知道的 古典的一些音乐精英 一些的人 他们所表现的 类似的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我这会怎么讲的言语 是因为我那天到魏武营去 然后呢 就是我们台湾的交响乐 然后呢 在那边演奏了一个 战争交响曲 我做到一个很好的视野上 我就在欣赏音乐的时候 就看到哇 现场有28把的小提琴 有12把的中提琴 有10把的大提琴 还有8把的低音提琴 再加上旁边翘楼打鼓了 还有38个人 那个音乐整个 叮出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说我来了 我在现场 而我真的是 享受那个当下 所以我为什么会有一个 这样的建议 想说 我真的是非常希望 所有人没有进入到音乐厅里面 去听任何音乐的人 你应该要重新的是 让自己有一个定锚的点 来做这个事情 那换句话说 像端午节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估计这是应节来吃这些东西 你可能那时候也去拜拜 你也知道端午节的故事的由来 可是你应该面对了今天这个种子 那你今天就要这次种子的时候 好好地享受 然后检查里面编的内馅的东西 那个米饭圆的扁的还是怎么样子 它的叶子是怎么来处理的 它煮了多久 那个详细感觉 你这样子一口好好地拒绝 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当下 懂 懂 所以像以前音乐会我们也会去听 但是又敢流行的听 跟你现在觉得说 我真的要去 我想要听的一个东西 不是他的名气 不是他什么团 不是他哪里 团我不认识指挥是谁 我不认识 我今天曲子也通通都陌生 没关系你就进去 那你好好的 善待你大概 那个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每个音符 即使有点恍神都无所谓 你总是会有情形 然后感受到音乐 那样子的演奏的人的表情 所以我觉得应该买好一点的位置 是可以同时去想做到视觉 对听觉的人 我们比较鲁顿的人而言 你确实需要视觉来辅助 所以我那么无聊 会算几 我看到八支低音大机型 拍成两排 哇哦 好帅哦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想象 所以如果把自己这些当下 就是学习进入这样的状态 我相信我想象中应该就会 你会很清楚打开某种感知的频道 你会知道这件事情 你是为自己 或者说只是到当下 还是你又是在追求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追求 也是追求形式 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形式 我知道我周边有很多人 很严格的规定自己 要怎么样健身 一个礼拜要几次 一个礼拜要干嘛 然后要做什么运动 他觉得他是在热铃 在养生 可是你看热铃养生的人 有的人是非常的失忆的 然后他在里面是 我说的是poetic的那个失忆 我是frustrated的那个失忆 可是他其实是非常的享受 而且是自由自在 可是有些人他想要幸福热铃 变成 我觉得这怎么解释 就是浩玲老师 你知道幸福热铃现在热铃者遇到的时候 问彼此在干嘛 也有一张要漂亮的履历表 to do list的漂亮 就我这样才有热铃 例如说我也有重训 我也有爬山 我有吃美食 我有出国 我也有跟朋友见面 然后我没有上太多班 因为其实大家都退休 但是就是说 我没有去太常回去当顾问 这像这样漂亮 又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然后我那天听一个朋友 他就说 我就是不重训 我就是不运动 我就是继续吃肉 我红肉也不必 我不喜欢吃蔬菜 我不打精力堂 怎样 我觉得那你可以要叛逆 也不见得自在 所以这中间说真的 只有你自己知道 你有没有活在当下 你不要拿to do list出来 说我有乐灵 你看我跟浩玲 写的书里面一模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调整一个心态 那心态中间 其实是要练习的 练习 对 所以你在当下的过程中 第一个呢 你要培养你的好奇心 你的想象力 还有呢 就是很会观察细节这件事情 看你的书就会发现 而且我就看你的书很担心 你是要保读诗书老的才有这种境界吗 你每次要讲一件事情 就会 讲绕一圈对不对 对 你读的真的古今中外这么多东西 啊我们现在读来人气吗 不是 所以比方说第一篇 我是享受 因为我受到讲讯的影响 因为他上了TED这样子的演讲 当时讲 他是因为是一个18分钟的演讲嘛 他里面就是说应该要读诗这件事情嘛 他那巴拉巴拉在讲的时候呢 他就说其实读诗 其实最后的一个概念 并不是真正要把堂诗打开来 而是培养一种感性的 对一种美的特别的情形 所以呢 可能到爬山春天的时候去看野杜鹃 到极北岛呢 去看白色的沙滩 那个东西其实回头来讲 就是那个 你用找到一个很好的点 然后去享受你的当下 这个事情 然后他讲说 一年如果留给自己18分钟读诗 也不错 可是很多人太忙了 让你有一辈子留自己18分钟来读诗吧 哇 那所谓 你今天真的不需要把堂诗打开 而是呢 你今天就是让自己有18分钟呢 感动一个月光海 你就到东部里面去 然后看到时间算好 然后呢 就到太平洋那边 然后月亮就在你的眼前 前面那边的海的安静 全部都是点点亮亮的月光海 就让你进到里面去 那如果一辈子有18分钟 你的读诗 其实很多的细节 或很多的感应力 就马上就陡身了 你不要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说我去看月光海 那对不起 你说看到已经不是月光海了 所以我就在你有知的时间 而且是一个人 或者说很安静的一群人 或者说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 手机拍机上之后 准备回家 在联署上面晒一下 但是时间的时间 关机的时候 就开始真正的凝视它 所以我讲了 就是说 开始回头来 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可以开始任性 开始做一些的事情 这些事情 是过去我们会有些的羁绊 可能是一个烂事 可能是烂人 可能是一个烂 烂职业 或者烂的一个工作的 职场的环境 所以开始呢 会回过头来 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心态 来看到 我们可能很年轻的时候 有些事情 有些人要周旋 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要谈 想要吃得多 看得到的东西 想要尝试 我青春不能留白做活的事情 那回到了一个某种程度去的时候 即使你也不用急的是 每个事情我都要尝试 我今天真的是把这件事情 做得一个 有滋有味 然后回过头来 开始萌发一种的概念 像我们开始萌发一种东西 叫公益 那个公益的事情呢 就是一种的奉献 一种的 很棒的 一种的 付出 比方说我就故意呢 就是每年 大概有六堂课 会接受国中老师的邀约 去教他们怎么享受生活 包括教他们怎么吃美食 教他们怎么去旅行这件事情 因为我今天改变了 来听课的这位社会课 或者中文课的 各式各样老师 二十位三十位之后 他们今天如果有点收获 他们会影响的 他们的现在目前周边的学生 或者是未来的孩子 所以你也知道 像学校里面去上个 一小时就两千块 他们说 我们这预算很低 很不好意思 要让你这样子 跑到嘉义来 然后从台南开车过来的 因为我已经把他设定 是我的公益时间 所以我会乐之不平 但我不可能 每一个人 就是有起我必应 所以我会设定 这样子的时间 我会给自己 到乐林大学里面去 面对的这些需要 我们彼此提醒的 这样子年纪相仿的人 然后分享我的经验 让他们也知道 或者告诉他们 我现在目前在过 什么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生活态度的 一个内容 那今天给他们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说 你们要学着我这么做 而是其实你的心态 有很多人 到了年纪大的时候 还在骂老天 还在骂他坏财不育 还在骂他身边的所有人 还在骂他的子孙 他们所有的不孝 甚至于呢 还活成过去我们小时候 不喜欢那个老人家的样子 有时候这个趋力还蛮强的 如果没有自己觉察 就很容易掉入那个模式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感受到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不再绑着一些僵化的定义 跟规则或是评价 然后开始自己进入某种当下 所以你也不一定要拥有果园 你也不一定要听音乐会 你也不一定要做什么 但是有一个 你有没有开始觉得 你每一天都是在活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您所谓的 这个你说是心流的那个状态 就是一个比较空的散的心流 那如果是心流的部分呢 就反而就更有趣了 就说你整个在那个执行 一个可能是艺术创作的时候 你会忘记饥饿 你会忘记时间 你会忘记所有的事情 专门的做这个事情 当你生压的时候 会觉得两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可是你今天会有倒带一下 那刚刚那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哪里去了 你会倒带的时候 你会去 其实刚刚那个事情 其实你就会专注在一个 完全是所有的实验 都静止的一个状态之下 所以我就看到很多老人家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 一个90岁的日本的农妇 那先生死了 一个人就有点行尸九肉这样子的 他女儿后来就叫他说 你做一个剪贴 一个劳作 做一个明信片大小的东西 他就把菜市场的 或者报纸里面 或者超商的一些广告的东西 撕下来之后 把它贴成了 他们家的小猫的样子 一个金鱼缸的样子 结果呢 但是后来呢 就做出来一个兴趣的 每天用六个小时里面去 做一个明信片 然后贴的品质 颜色 光影 那真的是叹为观止 那他是说 他就在六个小时当中 他其实是不会去想念他的先生呢 我刚刚讲连饿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都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常常忙到深夜两点了 他把工作完成 然后呢才非常的开心睡觉 可是当他脑筋白天清醒的时候 他想说那我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要贴什么 就开始他就说 看到小朋友一个汉堡 今天汉堡就是我的创业的东西了 他有被报导嘛 他后来他儿生就是 有推特嘛 然后呢就是他的作品太精彩了 就变成一个创册 对 我就说哇 你有看到人家分享 对我说真的就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心流的异張的东西 老师在这个状态下 他真的是没有想说 我开始做这个之后 我一年之后要开展 绝对没有那样子 我推特要做 根本没有那个想法在面 所以这时候是一个 一个心流 一个flow state的状态 好 那么今天我也体验了什么叫做 这包个时间 孙节就过了 时间到了 真的啊 你看就是 你刚刚说什么 砍柴焦水 下一个是什么 没有就是 没关系 环境你就举个例子就饭了 我已经忘记了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跟浩尤老师谈这个时候 我就 没有在想说 那这个问题 他回答完之后 我下个问题要回答什么 对对对 我们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多过了今天的一个小事 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 你也没有一直在问说 他这一段重点是什么 好 这就是一个 大家开始尝试一下自己的状态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谢谢浩尼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